年底四大公投就要登场 国民党主席朱立仁日前喊出了四个同意 但不只是党籍县市长对于核四其实有不同的看法 还有国民党副秘书长立委林维州也抛出了 其实是三个同意 一个尊重 朱立仁早上拜访立院党团有整军的味道 面对党内对核四公投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他也重申了 国民党目标很清楚就是四个同意 但是对不同意的意见也予以尊重 立平一二一八公投 国民党主席朱立仁上任后 首度到党团拜访 似乎想理平党内对公投的不同意见 包含立委林维州也在脸书上表态 三好亦尊重 从现场到立委对核四公投 反弹声浪越来越大 其实我们党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四个都同意 两个民间团体的我们是尊重协助支持 那当然有不同意见我们表示尊重 朱立仁下达军令状 相较国民党开出公投战车 大街小巷走透透 四个不同意 多元族群更有力 民进党也加开多元族群说明会 包含原名 妇女 客家 把公投说明会的触角深入地方 三街藻礁的议题也好 或是核四的议题也好 其实一直都有非常多的错假资讯 在这个一些特别是弱势的区域里面流窜 蓝绿都以总统大选规格拼公投 国民党一千两百一十八场说明会 民进党也加开场次从原本三百场暴增七倍增加到两千一百场 足足多的蓝营近九百场 朱立仁看不下去 民进党资源无限 不是七倍 他如果七百倍也很正常 用政府的力量用所有无尽的资源跟民意对抗 怎么会有一个就是发动这么多公投案的一个政党 然后企图拖慢台湾发展的政党 现在回头过来指责说执政党全体下去做说明 为了年底四大公投 说明会签场再签场 蓝绿比升量也比动员能量 法事新闻学认洪锡宇 泰报导 感谢观看